剛剛直播失敗,我看一下 直播有沒有出現?有沒有看直播? 有嗎?有嗎? 有人在線上嗎?有人在線上留個眼吧? 見不見了嗎? 出不見了 出不見了嗎? 出不見了嗎? 出不見了,出不見了 出不見了 出不見了 嗨 大家好 這樣看有一點遠 コメントください 現在是大家的上班時間我知道 可是趁著我在橫濱的最後一個下午 趕快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看直播的人趕快跟我留個言 哈囉 我現在在Live在現場 如果有什麼訊息的話,歡迎來問問題 我確實現在在橫濱 有沒有看到?橫濱,橫濱,橫濱,橫濱 為什麼我今天要特別開直播呢? 而且是在大家下午的時候呢 尤其是禮拜五下午 是不是等著要放假的時間呢? 對 然後那邊那個健學的時候呢 他要教我們一個很好的辦法 對 怎麼樣可以讓灌裝啤酒跟生皮一樣好喝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先說我沒有說那個麒麟的錢喔 我們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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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錢 但是只是因為他上面寫橫濱製造 所以特別拿這個麒麟的啤酒呢 來介紹給大家看 對 讓Aoki-san來為大家介紹 怎麼樣讓灌裝啤酒呢? 美味加倍的方法 不用去餐廳喝生皮 在家裡也可以喝到好喝啤酒的秘訣喔 好 開始 開始 為什麼要不要挨招 我是橫濱觀光回憶十五級的親門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用這個啤酒來做 耶!Joyce! 哈囉 首先是做一對九的比例 他很安全耶 先啤酒一 すごい 要拉這麼長嗎? 對 可是我們平常倒啤酒不是只有旁邊這樣子 不要讓他出泡泡嗎? 這樣的才有一對九的比例 喔 昨天呢 那個 我們在聽導覽的時候有介紹 倒啤酒跟我們以前這種倒法呢 是錯的 真正好喝的啤酒倒法呢 是先這樣子拉得很高 然後產生了泡泡很多很多的情形 對 第二次是等到五對五的比例 五對五的比例 再加多一點啤酒的意思嗎? 對 所以一罐啤酒要分第二次 對 一共有三次對不對? 對對對 好那第二次要等到 請等一下 請等一下 喔 所以很多日本人對啤酒是最囉嗦的喔 他們呢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叫什麼 他們 他們的こだわり 嗯 所以 所以 こだわり呢要用好才可以 對 很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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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認真的喔 對喔 他們就很多堅持喔 對喔 像昨天去 麒麟他就說一番炸 為什麼一定要講一番炸 他說 一般啤酒製作的方式呢 會把小麥的炸一次以後 再炸第二次 然後把兩次之一混合以後 然後才會做成商品 但是 麒麟啤酒呢 他只做第一番炸 味道比較濃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還沒還沒 まだ啊 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可以先吃點心了嗎 哈哈 可以啊可以啊 我肚子好餓耶 剛好呢 剛好 我的好朋友清木先生呢 幫我準備一些 橫濱限定的商品 你看 大家一定知道這個是什麼對不對 紅色鞋子 赤裙靴子 小朋友 還有呢 你都買我芝麻米 你都知道我喜歡什麼喔 嗯 橫濱豬 橫濱製造的 橫濱豬 喔 可以了 可以了 那其次是 6對4 6對4 好 繼續看喔 我拉很高喔 是不是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平常我們不會 這麼樣子倒啤酒 對不對 6對4 好看比例 6 啤酒6 泡泡4 等到 其次是 下面6 上面4 的時候 再加上一點 那裡面還有一些些耶 嗯 還要繼續 最後一次 所以要分三次倒啤酒 為什麼我一定要請阿富基山幫我做解說 因為我上次這樣倒酒的時候 我們家那個宅伴呢 就說 他有這樣倒啤酒的 台灣不是這樣倒 我說沒有 可是日本是這樣教我的啊 所以呢 用日本講給你聽 那才是真的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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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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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導演先生很嚴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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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在喝啤酒的時候都會配這個嗎 對 這樣會越吃越多 這樣越喝越多 對 可以喝十倍二十倍 不可 大丈夫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好嗎 好嗎 那你覺得咖啡酒是健康的嗎 健康的 健康的 對 健康的 那你怎麼喝啤酒呢 那最後一次 好 對 就是啊 各位 未成年不可以喝啤酒 未成年不可以喝酒喔 喔 這樣子一瓶 350cc的啤酒呢 就這樣倒完呢 要分三次 喔 嘘 真的嗎 有啦 喔 酒子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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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喝一喝 那我要試喝囉 正常應該有杯子 啤酒杯 但是我們找不到啤酒杯 所以用塑膠杯 但是塑膠杯也可以做出好喝啤酒喔 如果連塑膠杯都可以 那表示你在家裡 你也可以買 在台灣也有啤酒也有罐裝的 你可以試試看 我先喝一口 好 好 請喝 好吃 好吃 你看看 好吃 好吃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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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昨天我們喝那個生啤酒 生啤酒 對 好像是生啤酒一樣吧 很像生啤酒一樣的 嗯 真的好吃 大家要在家裡自己試試看喔 但是如果你來橫濱的話呢 記得你可以去那個羅宋 你可以買到一番炸的橫濱造 就是橫濱工廠製造的 為什麼特別要介紹這個呢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嗎 麒麟秘魯的源頭呢 其實就是橫濱 從橫濱生產製造的 從一百多年前 然後從德國呢 引進了啤酒技術 然後產生了一個自己的一個品牌 叫做麒麟喔 所以呢 我們在那個工廠界選呢 每天都看這個這些這個流れ 但是呢 一邊看一邊覺得好想喝啤酒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剛好我們有四個人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就一人一瓶把它乾杯乾掉 今天是禮拜五 再忍一下下準備要下班了 然後呢就可以開Party了 那記得晚上回家的時候呢 去帶一手啤酒 適量飲用就好了喔 為了不要喝過量 然後也不要開車也不要喝酒 然後未成年請勿飲酒喔 那就是今天為什麼特別穿這個 我要站起來介紹一下 我今天穿的這個叫做Hakama Hak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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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kama呢也是日本的傳統服裝喔 特別有一些場合什麼時候會穿 卒業式 卒業式 在這個畢業頂點的時候 男生女生都會穿嗎 對 成人士 成人士也會穿 但成人士大家都不是穿和服嗎 有些人會選擇穿Hakama 只有女生呢可以選這種花樣耶 是不是很好看 今天大概全騰兵只有我穿Hakama 在抓寶 因為每個人 反正然後我就跟Aoki商說 欸我這樣穿就有點恥有趣 有點奇怪 他說反正大家都在抓寶 沒有人在看 哈哈哈哈 那我為了什麼目的 穿的這麼辛苦呢 好 其實我為了要介紹 很有趣很好玩的景點呢 今天特別請好幾個朋友呢 一起幫忙 然後也拍照 然後也介紹很多很棒的東西給我 那確實要回去以後要努力寫 才能夠 お願いします 然後另外要介紹的是 你身上的衣服 横浜的這個足球隊對不對 對 横浜的足球隊也是很強的對不對 對 棒球很厲害以外足球隊也很強嗎 對 聽說棒球是第三名 全國第三名 對 什麼耶 第三名 現在第三名 我今天去抓寶的時候 也到了棒球場外 今天也有比賽喔 然後一邊 大家一邊在排隊要買東西 一邊在這邊抓寶 所以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這一個禮拜 8月9號到8月15號 橫濱限定的Pokemon Event Pokemon Go Pokemon Go 有什麼Event Pokemon Go 可以抓住 大家還在看嗎 好 還有我手上的東西 有人看到嗎 這是我昨天買的 我昨天買了 皮卡丘大頭的那個電池 再加上這個寶可夢的這個手錶喔 Pokemon Go Plus 這樣子加起來呢 才四千多塊日幣而已 那在台灣呢 是兩倍三倍的價錢在賣 只有在這裡才買的到 所以現在你正好在東京的人呢 可以趕快來這裡 在阿卡蓮加塑古 阿卡蓮加塑古 阿卡蓮加塑古還有港灣未來地區 港灣未來地區 有那個 有電在 有電部在賣 還有這個紅色電網倉庫 你也有 你可以買這個 還有買皮卡丘的充電器 然後這樣子 配合對 一對著買了特別便宜 然後這個是用途是什麼 是 會告訴你 周邊有什麼寶可夢會出現 而且會變得比較容易抓 所以 我在這邊呢 抓到很多什麼 你有抓到什麼 然後 紅色的皮卡丘 先定的皮卡丘 還有 橘色的 異色為 對 很特別的 變色版的 還有呢 還有歐洲限定的西盤魔偶 也出現在橫冰耶 對 還有那個紅毛 未知圖騰 還有我們自己天 我們幾個呢 就組隊在打寶的時候 發現呢 現在在橫冰的寶可夢 特別容易抓 以前要花很多力氣抓的 現在都變得很弱 就很容易讓你抓 讓你帶回家 所以我們每天其實很認真在打寶耶 對 對 還有很認真喝啤酒 好 所以我們的直播到這裡 然後今天很高興大家來看 然後 希望你趕快分享出去 然後晚上會公告一個活動呢 然後讓大家更認識橫冰的觀光的好處 其實從東京過南只要30分鐘而已 為什麼不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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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來的話呢 可以找Oki-san 還有Nakasawa-san 我們好朋友在這裡呢 為你提供最新 最棒 而且是最實在 最在地人的 旁邊觀光資訊喔 對 對 這樣 我們就要乾杯了 我們就不能再跟你們聊天了 乾杯乾杯 喝酒吧 喝酒吧 那我就要來乾杯了 那希望大家呢 還有一點點時間呢 趕快把工作完成 準備晚上呢 開Party喝啤酒啦 乾杯 美味しそう 乾杯 横浜造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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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乾杯 啊~~ 美味 好 趕快來香港飲碗吧 は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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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